第七周的對不對 第七周的 李克上已經討論過六個禮拜了 好 看一下 斜面跑車運動 我們上禮拜又討論一次 最近我們剛才在思考說 我們怎麼樣能夠順利的上下去 因為 因為老實說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預讀的狀況怎麼樣 預讀的習慣好不好 你這有讀化學 你說這個學期還是上學期 我說的是普遇學期 這個學期讀化學為什麼 因為我化學正爛 我不太懂 基本上 生物裡面有化學 那個 道總 生物裡面的化學 他前面只是 我就跟你講 有些東西就是跟你講的這個事情 你後面要用得到 後面用得到 後面用得到 後面會用得到 就這樣子跟你講一下這個事情 但是那一張 你要把它真的 它其實是化學的濃縮吧 但是你要為了那一張 去把塵化學讀一遍 大概就花一年的時間 那要上課的狀況 一年上課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要自讀的話 自己學的話 我不知道你要花多少時間 我已經讀到原子核的放射性了 原子核的放射性 放射性 放射性 主要的課程是這樣 比如說 你每一課如果真的要仔細讀 當然是 基本上時間都不夠用 英文都在追求真知識 追求真知識 就是花大把的時間開始做才能做得到 但是 但是 其實我老實說 我 我會覺得大家還蠻輕鬆的 也就是事實上 你沒有真的在花時間在做 那沒花時間在課 肯定要做的時候 時間不夠用 就開始分配說 好啦 那我再讀一點 那個讀一點 那個讀一點 這個先放棄 反正這個修醫會講 就會放棄了 那老實說 我們現在自然科一個禮拜 才每兩個小時 真的是時間很夠用 但是時間不夠用 你在家 我就想說 我們一個禮拜只有兩個小時 的上課時間 你要準備這兩個小時 你花的時間 也許相對來講 只要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 讀一下 可是 想說我們一個禮拜 有四個小時的時間 你知道嗎 更多的是預讀 現在兩個小時 預讀都是預讀不完的 請問一下 我們正常上課要有三個小時左右 那這裡學習是兩個小時 下課可能是四個小時 這樣 我們到底預讀會 你們在預讀嗎 我都很懷疑 待會我們給我放在預讀 我們到底有預讀 請問一下有預讀的 可不可以舉個手 你說每一次還是 OK 謝謝 蛤 你說每一次 就是你讀在我前面 有讀到我前面 你現在的進度 你的預讀的進度在我前面 譬如我今天 我們上禮拜講圓球運動了嘛 也就第二章結束了嘛 你是不是預讀要預讀第三章 這不用我提醒嘛 需不需要提醒說 欸 修偉我到底下禮拜要講哪裡喔 所以我到底要預讀哪裡 是不是要提醒 應該不需要提醒吧 如果需要提醒 也可以讓我知道 你說我需要被提醒 我現在雖然我知道你上完第二章 可是我到底下禮拜要講第三章 第三章好像也是從國中才 都是國中的齁 這些課程都是從國中複習的 這一定是從國中複習的 所以那剛剛有同學跟我講說 所以我等一下上課 我不準備提名講 我準備自己讀 我跟你講我下個階段就會這樣做 大概其中這樣以後我就會這樣做 可能有些同學 你沒辦法跟上來的話 我就會請你讀國中課程 在後面的桌子讀後面讀國中課程 那讀國中課程就跟我以前上課一樣 我們就分兩段 第一段我先講進度快的 那第二段我看一下進度慢的 不會有什麼問題沒有 可是我知道你們自己讀 上課的時候沒有投入 收穫都很有限的 自己讀的收穫更難 那更難的方法就是讀一讀就 就恍神了 就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最簡單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自己的經驗 反正你讀書任何問題 預讀就把全年讀書 就像那些運動的一樣 欸我不懂指點的意思喔 我們就解釋一遍 我不懂運動的意思喔 我們就解釋一遍 我不懂慣性的意思 我們就解釋一遍 你不斷的解釋 解釋過程呢 麻煩你聽完 喔原來這個意思 旁邊寫下來 哪個CMTSDM字寫下來 你記錄下來 你就會有印象 你自己寫的東西喔 你不要抄我的東西 你光抄 你抄不 第一個 也是我自己的經驗 有的時候我幾次上課齁 我只要筆記做的特別型 我那一堂課上的特別糟 因為沒有寫的 你聽老師講話 我都一直在抄 所以你一定要聽懂的 自己做筆記 我認為那筆記才是你的筆記 你不要抄我黑白寫的東西而已 那你如果說 一下子因為 講很久 我聽不懂 現在講的更多寫 寫了很多 我等一下會放回去一個東西 拿相機拍了就好了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沒有相機 所以都一定要抄下來 可是說真的抄了半天 回去讀應該讀得懂 對不起 回去都讀得懂 因為沒在聽 所以拜託一定要仔細聽 聽懂了回去坐下 講記做筆記 把那一篇 因為你看 上禮拜 不是上禮拜 禮拜一我們講那麼久 不過講兩頁 講兩頁 就講兩頁的東西 你把上個內容回想一下 課本看一遍 喔 剛剛修律今天 現在講了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這叫你在這裡 把它做筆記一下 助記一下 你就懂了 這叫做事半功倍 你打花一定的時間 你就記得很清楚 可是呢 你如果隔了三天 三天前修律要講什麼 不好意思 你趕快花很多時間 想不知道幹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你要看錄影帶 你要花一樣的時間 我們算兩個小時 你要看兩個小時 對不對 還是很快的時間 找 那個啊 用時間表表 什麼事件 啊 這段我聽過 好 下一段 下一段我聽過 下一段我聽過 上一段 對啦 都可以啊 但是我聽說 你要花那個時間 你做什麼事情 但是你最好的 解決方法是 我今天上完課 我趕快利用今天 有空的時間 趕快複習一下 中午時間 不要看影片了 趕快看一下 就複習一下 在學校的時間 我不懂了 剛剛好像是那個 子龍有做過什麼東西 欸 子龍 你剛剛上課 有說的這一段 你跟老師有互動 這一段我忘記了 你可以再講一遍 就跟同學討論一下 利用上課的時間 學校的時間 你回到家又是一個人 欸 不知道怎麼討論 對不對 所以現在Facebook很方便 可是大部分Facebook也聊 就聊一遍 你昨天上課怎麼樣啊 你昨天在學校怎麼樣啊 你昨天在學校怎麼樣啊 我們後天要不要去哪裡玩啊 就在假天追去炸家霸食 所以 拜託 很簡單 就是下了課 中午的時間 下午沒有課的時間 找同學討論一下 把今天的東西複習一下 我沒有出作業 那但是我跟你講 後面有席題 你真的如果說 假設啦 我不知道你未來的準備什麼 假設你未來有機會 要考學測 未來想要往上升學的話 因為每個人選擇不一樣 如果你做這個選擇的話 你應該把後面的席題 盡量做幾遍 不是做幾遍 多做幾遍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可以說我上個TB就 以上也在這個討論說什麼 也很好 知道嗎 那就OK了 但是自然學科的東西很難 很難做完全自學 是因為它的東西是堆疊的 一直堆疊的 所以你前面只要沒有聽到 你後面都堆不上去 你後面堆不上去的時候 你就會很痛苦 你就會卡在那邊了 可是卡住了 我沒有往上堆的時候 就更不穩 一直要根基不穩 後面堆的東西都堆不上去 會很難過 所以你一定要隨時警惕自己說 我這邊聽不懂 我要多花點時間 在家裡多花點時間 我在學校說 我聽不懂 不好意思我就做點別的事情 我自己讀 沒有問題 到最後 譬如說 我講其中教之後 可能如果 我覺得說 你真的在課堂上 跟很辛苦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在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 目前課開不夠多 因為在這個時間 或許 因為同時間我們今天 我們這學期比較特別是 這個同時間會有 還有另外一個 國三治療課 那或許你可以去上 國三治療課 或許你可以在這邊做 國二所長的物理的訓練 也可以 那這學期 這一年 我的目標是要把 物理上完 所以 我們現在有點滿沒有關係 因為前面在打根基 你根基打得越穩 你後面跑得越快 我不願意說 現在沒有根基 就一直往前衝 一直往前衝 我們有進度 有壓力 對不起沒有壓力 我進度我也沒有壓力 那是個目標 我們會往那邊走 那你走得快 看你別多高 同學裡面 基本上一半以上 聽得懂 我就會往前走 那所以在其中下之後 如果你沒有辦法跟上 你就 我建議是趕快要服刑 活動程度 那 我也不建議說 在這個時間 是我們正在讀物理的時間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先讀別的東西 其實那個 這個 軒韻啊 你看今天你上課這樣 上課什麼 OK OK 去 去 去 那個 就是 上課的時間 就是真的要 我們現在在講物理 就盡量讀物理 共讀物理 這樣他讀得最好 你不要在讀物理的時候 我覺得化學不夠好 我讀化學 等到明年讀化學的時候 我覺得物理上去也沒有學 我在學物理 你就在最有支援的時間 做我們沒有支援的事情 那是最浪費 你這樣讀化學沒有可以 跟你共讀 老實說是這樣 你說如果 你針對生物的那一章來讀的話 也可以跟他們討論 因為那時候就針對那一章就好了 也不用讀太多 懂意思嗎 可是化學好有趣 我化學很有趣 等一下 化學有趣 好 我們要上課了 謝謝